囚犯忍痛磨破手指 即使鲜血直流他也无动于衷 因为没有了指纹 复仇的时候才不会留下证据 半年后男人出狱了 可面对挺着大肚子来迎接自己的女友 他却没有一丝喜悦的表情 内心反而被仇恨占据 男人名叫阿伟 是一家杂货铺的伙计 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小美 但小美的智力有些问题 这晚小美刚洗完澡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他以为是男友回来了 谁知一个罪汉静止闯了进来 见小美长得漂亮 罪汉一时间来了兴致 他往桌上丢了几百块钱 然后脱掉外套 接着将小美搂在怀中 却不知阿伟就在楼下的店里 阿伟一扭头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立即往家里赶去 他拿了条毛巾勒住罪汉的脖子 然后骑在他的身上疯狂哭吃 等发泄完心中的怒火 两人这才来到警局报案 阿伟不想女友受到二次伤害 所以主动提出去外面路口供 殊不知此举将令他们后悔莫及 一个名叫老鬼的警察见色起义 他以衣服上有凶手的指纹为借口 强行脱下了小美的外套 毫不知情的阿伟说出一条重要线索 罪汉的右手纹了一颗心 警察听完瞬间愣住 因为这个罪汉他们非常熟悉 并且此人还是他们的队长 队长此时就站在审讯室外面 他将手下都叫了出来 说这个女人是林姐的人 也就是个疯尘女 却不知小美只是住在林姐隔壁 队长说自己付过钱 反倒被他们暴打了一顿 这口气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说完准备继续刚才未完成的事情 那个老鬼也乐呵呵地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阿伟无意中看到桌上的合照 他这才知道罪汉居然也是警察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可这里毕竟是警察局 很快他就被几人合力控制住 并看到了那令人不堪的一幕 阿伟拼死抵抗 结果还是被一脚踹晕 等醒来时他已被吊了起来 他眼睁睁看着女友遭到侵犯 完事后这些警察还在谈笑风声 不料这时警局收到一份传真 几人这才知道小美不是风尘女 为了掩盖犯下的罪行 他们把配枪塞到阿伟手里 并且所有人都统一口径 说是阿伟想要袭警 最后还威胁小美不许将此事说出去 阿伟就这样被判入狱六个月 而在这段时间里 她一直想着该如何复仇 转眼到了出狱的日子 看女友挺着的大肚子来接自己 阿伟心里别提有多委屈 但她很快调整好状态 并与小美幸福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之后正式踏上了复仇之路 第一个复仇对象是警员丁仔 只见阿伟突然出现 用玻璃碎片顶住她的喉咙 任凭她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直到彻底停止呼吸 隔天警方从河里打捞出一个塑料袋 当袋子打开以后 众人全都吓得愣在原地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里面装着一具婴儿的残骸 而且袋子里还有丁仔的工作证 众人火速赶往丁仔家里 发现她的孕期已被开场破路 看来那个孩子正是丁仔的 与此同时 阿伟用同样的方式干掉了老鬼的妻子 重伤的老鬼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给同事打去求救电话 可他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等两人赶到现场时 老鬼已经被活活淹死 他的妻子也停止了呼吸 连续两起命案 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他们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 结果却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员 豪哥推测此事应该与阿伟有关 于是他们将阿伟抓回警局 但他的指纹早已磨掉 两人根本找不到证据 所以只能采取刑讯逼供 尽管他们用上各种手段 可阿伟却一个字也不肯说 听着审讯室里的惨叫声 外面的警察却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愤怒的豪哥举枪对准阿伟 本以为这样能迫使他开口 谁知阿伟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另一边 小美在家里看到这两起凶案的新闻 还从新闻上得知阿伟被抓的消息 为了给男友洗脱嫌疑 她先是烧掉两人的合照 接着又拨通了报警电话 最后拿着小刀走进卫生间 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将小刀扔进下水道 而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洗脱男友的嫌疑 半年前小美遭到五名警察侵犯 男友阿伟为了替她报仇 不仅杀了其中两名警察 还把他们妻子肚里的孩子取出 警察虽然将她抓了回来 却找不到证据定罪 这时局长进来让他们放人 因为在阿伟被扣押的期间 又有一名孕妇被娶走孩子 说明阿伟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也正因女友的牺牲 这才洗清了阿伟的嫌疑 但豪哥知道凶手一定是阿伟 所以打算悄悄将她干掉 被放出来的阿伟已从医院带走小美 等豪哥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门口被打晕的警察 他赶紧追了出去 恰巧碰到阿伟驾车离开 豪哥也立即上车 途中还通知同事去路口拦截 等阿伟的救护车出现 同事二话不说直接开枪 车子失去控制撞到旁边的加油站 就在同事上前检查时 阿伟突然从后方出现并打掉手枪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同事本想用加油枪勒死阿伟 结果自己却被灌了一嘴汽油 阿伟捡起手枪扣动扳机 同事身上瞬间着火 没一会就被烧成了人渣 阿伟则趁机钻进草丛里 但很快又被赶到的豪哥追上 他用铁棍将阿伟放倒 尽管阿伟落入下风 可豪哥却依旧不肯停手 直到他彻底失去抵抗 豪哥这才放松了警惕 这时阿伟发现地上有块钢板 他迅速起身砸在豪哥头上 就这样成功将其反杀 可一晃五年过去 阿伟却迟迟没有找到最后一名警察 直到在电视上看到队长 这才发现他成为了一位牧师 现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阿伟剃光自己的头发 接着来到队长所在的孤儿院 队长并没有感到慌张 反而像老朋友一样给他倒了杯咖啡 我已经遗伦了你了 我又为你祈祷的 阿伟听到此话瞬间爆目 他抓住队长的手就是一枪 见队长还想反抗 接着他又补上两枪 彻底干掉了这个罪鬼祸首 如今再也没有人能打扰阿伟和小美了 电影也到此结束